第十八回 太平軍定了佔領大城市,迅速向北推進的戰略目標 在一個大雨龐沫的夜晚,太平軍就兵分紀錄,冒與突圍 青軍發夢也想不到,結果一下子被紀錄太平軍衝出包圍圈 天夢夢江,由馮雲山石打開率領的太平軍就首先突出重圍 但探子來報,天王的車駕沒有按時到達 馮雲山和楊秀青急率,連望全令林奉長羅大綱帶精兵去接應 這時候,人人都全身泥鬼,很多人身水身泥,就這樣坐在地上睡著了 找到林奉長的時候,他拉著馬疆城,站著睡著了 一聽說天王無衝出包圍圈,他生聲拔出把刀來 在自己大腿出力拍了幾下,眨眨眼,等自己快點醒,然後就急急上馬了 這時候天王的車駕被困在山谷裡,又有一個地方山體滑波 還有幾十個太平軍被滾石砸傷了 蒙德恩就急忙要隊伍調轉頭,另外找路了 紅壽船在車裡面聽見有人吵吵閉,就拉起車簾問,是什麼人在吵啊 蒙德恩就說,沒事的天王,沒事的 他就不想天王的車駕再擔角下去,但蘇三良就說了老實話 是這樣的天王,剛才山體滑波,有幾十個太平軍士被山上滾下來的石頭摘傷 現在他們走不動了,看來我們要丟下他們在這樹 那怎麼行? 紅壽船就馬上車下來,冒著已問,那些雙兵在哪裡? 那些雙兵在黑暗中就叫,天王啊,不要丟下我們啊,不要丟下我們啊 紅壽船就一陣心酸,他不管蒙德恩怎麼擋架,插著泥辦就向前走 有幾次機會滑倒,蘇三良追上來,扶著他向前走 來到那些雙兵面前,紅壽船第一個見到的是十二三歲的小兵譚紹江 這個譚紹江三顆微青木獸,有一隻腳被石頭摘傷了,站不起來 紅壽船透過黑暗,見到一雙雙渴望的眼睛,他再也忍不住了 第一個扶起譚紹江,扶著他走到自己的車上 蘇三良見到這樣,也叫人把雙元扶過來 這時候,紅壽船強扶譚紹江上車,譚紹江就死都不肯坐了 蘇三良也覺得,不可以被天王冒雨暴行啊 但是紅壽船斬廳截鐵這麼一揮手,叫車夫趕車走 他的大女兒怡美,也落了自己的車子,說 父皇啊,我跟你一起走,我坐車就留給那些雙兵坐了 啊,好,好啊,紅壽船又高興又感動,抱著姨美 然後他們一齊就走在隊伍的前邊,雨勢一點都沒有減弱 姨美和紅壽船很快就被雨打濕了 蘇三良望著紅壽船的背影,鼻歌都酸了,眼淚水不停碰流 感動得他都不懂得說話了,等他們的大隊人馬到達戒水的時候 即是突出了重圍了,已經雨過天青 那些家屬士兵啊,將那些十二日攤開來浪曬 有些士兵就開始搭建帳篷,有些去找房屋 只要紅壽船跳下車,對在車邊守衛的蘇三良就說 辛苦了蘇三良,辛苦了 蘇三良就冷冷淡淡地說 為天王盡力,理所當然的 他是因為被天王單獨調他來補駕而不開心 這時石大開騎馬趕來,在天王面前下馬 天王問軍情怎樣?石大開說 蕭朝貴、韋昌輝和羅大江所率領的北路大軍 沿著蒙江在大泥口、榕樹江口一帶集結 南路軍也擋住了青妖 紅壽船就問了,哦? 那壽清是不是有心攻打榮安先? 石大開說,昨日羅大江率領先鋒軍已經向榮安進兵了 啊,這樣啊,朕好滿意,你先回去吧 石大開走了之後,紅壽船就拔下身上邊 潮懵懵的衣服,對蘇三良說 啊,三良啊,前邊在那條河裡 你就幫朕洗幾件衣服行不行? 蘇三良有點不想,最後還點下頭 於是紅壽船就進帳篷裡換衣服 換下來的那些垃圾衣就調出帳篷外邊 蘇三良就拉一塊,走開河邊 河邊很靜,只是聽見水聲從鳴 下了幾日大雨,河水猛漿,看上去汪洋一片 岸邊的那些爐位都浸沒了一半 蘇三良就找了一個河水轉彎的地方 坐下來開始洗衣服 忽然間,他面前冒険的水裡,嘩一下,就飆了個十三四歲的大小孩出來 整身乾裂裂就沒有穿衣服 嚇到蘇三良就立刻另歪了頭 那個小孩手上拿了一條大雨,嘩,聲抹臉那些水,嘩這樣笑一下 他一見河岸邊有個女人,即時就插半個身上去水裡,那條魚就照舊舉高 嘩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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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叫蘇三良啊? 蘇三良看他一眼,覺得這個小孩都幾順眼 你怎麼知道我叫蘇三良的?我又是太平軍的人來的 小孩一邊說,一邊就拋了一條魚過來 魚就在蘇三良的身邊,亂崩亂跳 小孩就繼續在水裡忽上忽下,捐來捐去,不用多久,又捉了一條魚 嘩嘩,嘩嘩,三良啊,你拿去給天王煮魚湯吃啊 你為什麼不自己拿去呢?嘩嘩,那就是簽越咯 我連個小卒都不是,哪敢去冒犯天王咯?嘩嘩 嘩嘩,小孩,看你不出,還懂得簽越咯?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陳玉成,是跟上阿叔來投奔太平軍的 陳玉成一邊跟三良對答,一邊在河水裡自由自在地游著 上水啦,水漲的啦,棄山莫棄水啊 嘩嘩,三良就叫陳玉成上水,陳玉成就不好意思地說了 嘩嘩,你,你閉上眼先啦 嘩嘩,蘇三良就笑眉眉閉上眼,陳玉成就急急跑上岸 在樹丫就拿回那些三褲快手快腳穿好,行了行了行了 蘇三良這樣才睜開眼,陳玉成就問了 你是不是跟天王洗衣呢? 嘩嘩,你怎麼知道的? 當然知道,除了天王,但那些人怎麼穿瘦龍鳳的黃袍呢? 蘇三良就一邊搓洗著衣服一邊問了 陳玉成,你是不是全家來投奔太平軍的? 我自小就沒爹沒娘,就得個阿叔,是他帶我來的? 那你阿叔叫什麼名呢?在哪個手下打仗? 他叫陳成勇,不會打仗的,抄抄寫寫,出下計謀呢,他又做得到 哦,照這樣說,你阿叔最好做軍師了 陳玉成,你讀過幾年書呀? 三年,嗯,有沒有學過武藝呢? 有,跟一個老和尚學過,後來那個座廟被你們燒了 連佛陣都扔了下河了,老和尚哭了一場就去了帝書呀 後來就沒人教我咯 這樣啊? 好,那你打路拳給我看看 陳玉成就十聲跳起,拉開架勢 嘻,集了個四平大馬,咯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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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咯 跟著就打出一套閒熟的拳法 蘇三娘就說了,嗯,你老男拳都打得幾好 那會使什麼兵器呀? 會呀,陳玉成說完,在樹上咬了一支棍,又練了一套棍 那些人就看到蘇三娘弄了頭,忍不住就放下手上的水站起來 拿了一條棍過來,咯,這樣出棍的嘛 說完就大衍生手,肥腐了,看到陳玉成眼花撩亂 等蘇三娘收棍立穩,他連門就跪下說了 三娘呀,你收我做徒弟啦 蘇三娘就拿手啪他頭殼,嘻,這個東西都幾會打射誰困上的 本來我的功夫就不傳給人家的 哼,看就是你啦,起床,以後我慢慢教你 我就當你是我弟弟,你跟我學啦 陳玉成就開心到跳起來了 好爺,好爺,好爺,我有個大姐啦 突然間,見到洪秀全一個人滋滋悠悠地走過來 沒有帶到徐從衛兵的 蘇三娘就立刻沒有跟陳玉成說話了 急急扭開衣服,誰守事立呢? 這時,洪秀全都走過來問蘇三娘 這個小孩是不是太平均的人來呀? 是,他叫陳玉成,個人幾醒目下的 是跟著他一叔陳成蓉來投軍的 啊,陳成蓉,嗯,這個人都幾好想頭的 陳玉成,這裡沒你的事,你先走 陳玉成剛剛想走的 瞭瞭瞭瞭,看到蘇三娘就向他打了個顏色 咦,是什麼意思呢? 這樣一來就引起陳玉成很多差相 他一邊走開,一邊耐不中的禮轉頭 不知怎麼做好 各位,其實蘇三娘打的那個顏色是一致這麼淺的 他不想在河邊單獨跟天王兩個 那究竟為什麼會發生什麼事 他來不及想不小 那或者是女人的本能呢? 喏,女人的這種本能呢? 還表現在對男人眼神的恩別 愛慕的、渴求的、讚美的、獲取的 或者是赤裸裸以性慾的低俗形式表現出來的 女人通常只要一息間就能夠區分得明明白白的 天王為什麼不叫專門洗衣的侍女來洗衣服 偏偏要她來代老呢? 天王眼神到藏著什麼呢? 那不是瞞過蘇三娘這種年齡的女人嗎? 他當然知道 洪秀荃是個有修養的人 不會對他非禮 但是他也知道 盡量減少接觸是最好的辦法 事關誰都保證不到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之間 會永遠是井水不犯河水 那再講那個陳玉成 他是人勢鬼大 但是為了蘇三娘那個無法破譯的眼神 他一路走就一路鼓 結果走了沒有多遠 轉了個圈 又避開天王那些衛兵的視線 一捐就捐入河邊的樹林裡 從這裡到樹那裡 就剛好看到了天王和蘇三娘的一舉一動 他看見天王 先就看下浪開的龍袍 跟著就走到蘇三娘那裡 怎知他走一步 蘇三娘就倒吞兩步 這樣一來 陳玉成就看到皺皺眉頭了 河邊靜茵茵 一個人影都沒有 洪秀泉又再次向蘇三娘那邊靠攏 蘇三娘就退到沒地方退 雙腳插了到河裡 連腹腳都弄濕了 他當然不可以說什麼 但他想言不可侵犯的目光 是明白無誤的 洪秀泉也看出了 嘿嘿嘿 小少 向後退幾步 蘇三娘這樣才走上沙灘 天王 你出來應該帶牌刀手才是 那牌刀手呢 就是太平軍裡面的衛兵 洪秀泉就知道他正話反說 嘿嘿嘿嘿 朕跟你單獨聊一會兒都不行嗎 不是不行 男女有別 軍神有別 我無足輕重 不過萬一出了什麼留言 有選天王明星的 那我就擔戴不起了 噢 那一說 洪秀泉就適合自己的輕率 微微感到後悔 他想不到蘇三娘這麼會大體 蘇三娘一番話 那就不止沒有氣傷他 反而令到他更加不捨棄蘇三娘 但他也知道 男女之情是可遇不可求的 他唯有收下心先 於是他就喊聲望水一嘆 蘇三娘看他這樣 先坐在河邊洗衣服 他在石頭初洗的時候 洗下洗下不時擠在水花 就擠到天王身上 蘇三娘看他 天王快點起架 弄濕你的衣服 洪秀泉就照顧沒有酒的意思 他索性找個石頭坐下 看著蘇三娘洗衣 唉,搞到蘇三娘就沒有了 走又不好,留下又不甘心 忍著就四邊張望 他不知道陳玉成走了沒有 這個小孩看不明白他的眼神 只要他這時出來搞一下 氣氛立即就不同了 陳玉成這時就躲在河對面柳樹林 這邊的一切他看得真真切切清清楚楚 他現在才明白蘇三娘剛才向他打那個眼色是什麼用意 他本來一下子就跑過蘇三娘那邊 但想不妥 於是乎 就靜靜地爬開河邊 落了水 一味就未入水底 一路一路游就游過蘇三娘這邊 睡間 嘩 飆出水面 手上拿著一條鯉魚 都未等洪秀泉和驚客中回的神力 一條赤多長的金鯉魚 就釣到洪秀泉的腳邊 嚇了他一條 陳玉成就站在水裡 嘻嘻大笑 哈哈哈哈 天王啊 鯉魚這條龍門 是天意 整定我們天國昌盛興旺 請天王吃掉一條魚 說到這樣 洪秀泉就不要責罰陳玉成了 好不喜歡這樣走開了 等他走遠了 陳玉成才在河裡走回上岸 蘇三娘一下抱著他 在額頭上嘴了一口 帥哥 我不知道多怕你看不出我屍頭打的顏色 開頭我真的看不認 後面我想深層 姐姐你一定有難處 那我就躲在對面樹後邊 姐姐 天王對你那麼好 你為什麼 你還小 不明白了,等過得幾年,你長大了,就算我不講,你都會明白的 各位,看來洪秀傳對蘇三良還未深色,一路下去會怎樣呢? 我們不講他了 講講永安,永安不過是一個彈丸小城 但永安城奇蹟地注定要永在史冊,是因他是借了太平天國的光 為了順猛佔領永安城,洪秀傳楊秀清在大王區兵分水陸兩路 陸陸軍由蕭朝貴統領,包括韋昌輝的右陸軍 還有石特開、秦逸江、羅大江的精銳之師,是能打善戰的鐵師來 大約有四千人馬 馮昌山就統領水陸三千精壯,保護老若富裕 中軍、知寵,由大同江的袁剛而下 洪秀傳、楊秀清、胡爾坊跟隨中軍行黨 151年9月23日下午,羅大江率領軍隊衝破古薇峽 直逼永安門戶水壽,隨即擊敗清將阿爾貞柯,搶盜薇江 日日黎明,太平軍在城東曬布嶺,遼望嶺架 從木帶炮來炸城,這時另外一支清軍烏蘭太大的兵 還在一百里外的平南馬煉山區,遠水已經不解近渴了 羅大江運用計謀,夜晚二更時分發起長弓 他派一支兵趁黑渡過通文江,直逼永安城下 然後命令軍士在城外邊中環跑馬,在馬尾拖著石頭 馬一跑起來,石頭撞擊地面 聲音又多又重又響,同時在後面就猛啵啵啵啵放炮掌 守城的清兵,就以為太平軍留夜攻城,拼命打炮 打了一整晚,幾乎就打了火藥 太平軍早已無影無蹤,守城的清軍將領吳剛阿爾貞柯 我才知道上了當,這時再去調運火藥已經來不及了 九月二十五日,攻城開始 曬步嶺上,號角頻吹,太平軍四面八方 嗚嗚嗚一聲,潮水地湧上來攻城 五色大旗迎風朝展,其中最醒目的一面受著太平天國前軍主將蕭 另一面呢,是羅大江的太平天國左翼軍碎羅 以及紅酸嬌的太平天國旅營店右檢點紅 大軍掩殺而來,殺聲震天 守城的士兵就驚慌失措了 有個將領哀嘆地說,哎呀死啦死啦,長無神出鬼沒 我們各路軍馬撲去南路,永州城空虛還怎麼守得住啊 這時,羅大江紅酸嬌已經指揮士兵用雲梯火炮攻城了 不過這樣,太平軍打了沒多少仗,多數都在鄉村山野打 這雲正正式式攻一個有城牆的城池 加上敵人,爛船也有三斤釘啊 太平軍是不是這麼輕易攻取到這個城池啊 要知後事如何,請聽下回分解